今天我们来说各种柜子的收纳 依不同的场景形态做分类 大件收纳区系列 1. 气墙衣柜 气墙衣柜是从日式步入式衣柜借件来的 少了隔板的束缚 收纳不规则的大件物体 特别能装底层用来收纳行李箱 儿童推车 露营桌椅这类大件 墙面安装收纳割架上半部分用 可以囤杂货或换机衣柜 加正电器也可以安顿在这里 预留插座可以当成扫地机器人的停靠站 深度预留80厘米 像小朋友的婴儿车 一般最宽不超过80厘米 留一侧加高150厘米 用来安置超高超长的东西 如瑜伽垫 凉席 电扇 胖衣板 2. 衣柜 定制衣柜做满隔板要留意的是 用不全这些隔板也是白占地方 预留了一大块没做隔板 日后再根据虚假网栏和收纳核 分隔空间可以参考这尺寸 留一个150厘米的高区中小号箱 80厘米高度大号行李箱 90厘米以上 3. 货架 一目了然找东西特别方便 可以调节层高的 用起来很灵活 放在阳台或走廊拐角处 墙面置物柜系列 1. 书桌墙 很多人居家办公区 也就一张书桌那么大 利用墙面置物系统向上扩展空间 一平方米不到 就兼顾了办公桌加书架 加杂物收纳和陈列 2. 化妆脚 小卧室放不下梳妆台的烦恼 小型化妆桌 直接替换掉床头柜的位置 就很省空间 可以选在卧室一角 或靠窗的墙边 0.3平方米小户型梳妆台 靠墙面收纳 化妆品小体积的瓶瓶罐罐 陈列收纳一目了然 3. 家庭水吧 负责喝茶倒水的吧台区 每天都要用无数次 但谁也不会特意给它腾地方咖啡杯 咖包 越塞越多 也就越来越乱 比起厨柜或大型餐边柜 一个三层墙面置物架 加小推车 就是小水吧的绝妙方案了 马克杯 咖啡和茶包 都可以摆在隔板上 即是收纳 也有展示作用 以厨房厨柜系列 厨房厨柜 别做满 厨房收纳 收纳是第一个难题 拿取方便 是第二个 因为造成拿取不便之一的阻碍 就是柜门 厨房一定不是柜子做满 而要留出空来安置 需要经常拿取的物品 2. 厨电高柜 厨电使用率很频繁 先拿出来 收回去 又很麻烦 久而久之 它们就成了占据台面的 罪魁祸首 柜子一般不做门 不只是收纳在此 还能在柜子就地直接使用 在层板上 加抽屉滑轨用的时候 拉出来非常方便 建一板只需一个多层置物架 虽然少了推拉功能 但也还是比方柜子要顺手 3. 开放式锅具收纳 锅具收纳 也是同样的道理 低柜留个位置 不做柜门 改用抽拉篮 收纳锅子 洗完能直接丢在里面沥水 通风前的更快 转角处 可以直接用转角架来收纳 能放好几层锅子不起眼的角落 也能派上大用场 仅靠一个拉克墙面搁架 就省下了一整个柜子的空间 4. 预留常温食材篮 预留开放式收纳空间 放根筋类蔬菜和水果 直接装进柜子里 比再单独买个果蔬 置物架摆在外面 隐蔽性更强 放外面 哪怕是都放进篮子 也显杂乱 另外 在底柜预留一个空档 也很适合放米箱 垃圾桶等 比较占地方的物件 卧室床柜系列 1. 一家摆灵床头板 28厘米的厚度 就能代替两个床头柜的 储物空间 两侧能装不少东西 顶面也变身小桌板了 放手机等零散小物 绝对没问题 有些还带了充电插座和小夜灯 或是床头板 12到15厘米的小薄柜 2. 床柜结合 根据你家的需求 做高柜 买柜 都OK 底下这个可以横向抽拉的柜子 就是安置行李箱的绝佳位置 3. 床下空间 床底带了四个大抽屉收纳被 房品绰绰有余 足以替代一个大衣柜 另外 普拉萨 诺德里等 也都是一家储物床 侧面储物 比气压储物床使用率更高 嫌高箱床笨重的 也可以用床底收纳和代替 选带滚轮 且左右两侧都能开盖的 这样从哪边拿都不费力 最后你知道收纳 除了柜体运体外 还要搭配什么吗 分类没错是分类 有兴趣的你可以在这部影片 看到分类的重要性